三弟, 來吧, 走 大哥 三弟, 怎麼樣? 毒氣上湧已經相當危險了 那些假藥呢?拿了回來 果然是金竹蠶的假藥 外敷還是外敷? 不, 我忘了問他 你沒有問他?那怎麼用? 我還沒說, 你就走, 當然不懂用 假藥是把酒也帶進去內服的 那好, 我馬上出去拿走 大哥, 快去 他怎麼樣? 你放心, 他還沒有射 你怎麼搞的? 他根本不是普通毒 就算你把全身紮住, 毒氣上會攻心 而且, 你紮住了那些經脈 那些假藥怎麼流通全身 我拿走回來 你幹甚麼? 大哥, 他幫三弟推工運動 加強勸募運動 你都出路了一整天 不如這樣, 你回房間休息一下 那三弟他… 又我在這裡照顧他 那好吧, 你照顧三弟吧 好, 你走 公子 好… 你怎麼回事 幹甚麼? 放手 三弟, 你不會了 是公主叫我回來的 好人難做 三弟, 你沒事了, 先休息一下 公主, 今次多謝你 記住, 解藥每隔四的時辰 還有內敷外敷 三次之後, 毒才完全清掉 公主, 你去哪兒? 人都夠了, 還不走? 我送你 謝謝你, 我還要回家照顧我三弟 不鬆了, 請 請 你沒事吧? 我老伸了 我扶你那邊休息一下 小心點坐下 我老伸了 怎麼這麼不小心 沒事了, 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對了, 痊癒了點 沒那麼痛 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你再去吧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我不讓你叫我的名字 因為到現在 我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 就是進國二公子松兒 你是進國的二公子 沒錯 你們都是去齊國慧盟的 是 你們去齊國慧盟 可能一去驚練的 你不怕宮中人記掛著你的嗎 這次扶齊慧盟是君父的主意 所以他不會擔心我 那你夫人呢 張阿尚未成親 這樣吧, 我嘗嘗扶你走走 看你把氣好一點 不用了, 我想我沒甚麼事了 那好吧, 最後告辭了, 請 請 我想踢你的手 有甚麼事 上次你抓傷我 現在我抓傷你, 大家各不相欠 好呀, 各不相欠 請 請 請 好呀 主公 手上的瓜果怎麼得來的 剛才聽過果園順手紮了一個 給主公享用的 你知不知道這瓜果是屬於 百姓的財產 私自財產和暑雪狗湯有甚麼分別 你們倆該當何罪呀 請主公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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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後面… 主公, 時辰到了 停 老公, 周天子在西位 我們要在每天 日正當兇之時 當天跪拜周天子 行君臣之禮 就是希望天下以我為榜陽 尊王守禮而靜天下 請主公 起程 停 甚麼事呢, 主公 我們應該打著旗號進城 這樣才符合禮儀的 是的, 主公 打旗號 主公, 可以進城了 西巡路途遙遠 他們一定很辛苦 而且宋乃是中原大哥 又怎能跟西巡人爭怒禁室禮儀 等等… 君父, 我們到齊城了 主公 西巡的隊伍已經過了 好 鄭郭是小郭 我們理應而提仰誓 才符合禮法 好 好 好 主公…你看 城門關閉嗎? 是呀 那就等第二招了 不如讓小人敲打城門 或許人開城也不定 混帳, 扣打城門是國之大忌, 愚賴不陷 看來我們也要在此露宿一宵了 主公, 你看, 他們比我們還要遲 是呀, 齊國, 公子超, 拜見宋侯 有禮, 有禮 公子怎麼知道拐人就是宋侯呢? 憑其好 公子果然聰明 宋侯過獎了 對了, 宋侯一定是誤時入城 不如就跟在下在側門入城吧 好, 看不出來小小年紀 就深知禮異 太日必勝大氣 在下公子超, 拜見各位諸侯 有禮 好多謝大家千里迢迢 來到我們齊國會盟 可惜君父因為遠征不敵 未能迎接各位 在下, 代君父向各位謝罪 公子不必客氣 齊猴明知惠盟在職 怎麼一定會去攻打北敵 是呀, 齊猴去打仗 到時誰主持惠盟 是呀, 到時誰主持惠盟 各位, 請坐下 不客氣 三弟遲離福安客棧 就遇到懷疑公主 說起來, 那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女兒生 是呀 你說我甚麼話? 我們又見面了 我來這裡幾天了, 悶到死了 所以叫三弟跟我 陪你出去走走走 好嗎? 好, 你好了嗎? 不錯, 你有心 我救了你兩次 你怎麼報答我呢? 好, 叫三弟出去 請我們兩個一分兩壺酒 就當作報數 兩壺酒想換兩條命, 你就上 別騙了, 我們走吧 三弟, 兩位公子, 想去哪兒? 我們出去走走 我有些話想跟兩位公子說 你先回去了 有甚麼話我不能聽 回去了 請 兩位, 懷刑是女兒之身 兩位是知道的 知道 寡人並不是一個專橫的人 你和懷刑的交往 寡人是不會反對的 可是我們西巡 一向被中原人士視為萬宜之邦 這一點是因為寡人 不動得中原的禮法 巡猴, 你千萬不要誤會 其實很多中原人士 都不是這麼之禮的手法 是嗎? 是呀, 依照下所見 普天之下皆是閻王子孫 何必有萬宜容定之分 更加不應該忘字清大 沒錯 雖然是這麼說的 可是萬一兩位 和麻人的交往被人識破 就說寡人疏於管教 那就更加看不起我們西巡 寡人的意思 兩位明白嗎? 我們明白 三弟, 我們走了 春頭, 請 請 請 客官, 是不是不見了貝閉 是呀 那你不用再找了 為甚麼 客官由遠地來到齊國 而缺乏盆村的話 區區之數 就當我是客官你洗塵了 老闆, 你這麼說甚麼意思 老實告訴你 我們齊國根本不會有人偷東西的 客官的貝閉又怎會不見了 你這麼說 只是說我來白吃的 老闆, 我真的有貝閉了 我明白… 客官如果是吃飽了的話 請隨便 老闆, 我真的有貝閉了 你相信我吧, 你相信我 二弟、三弟, 你來得真好 發生甚麼事 這個… 你們在這裡有沒有人 不見了貝閉的袋子 是呀, 是我不見了貝閉的袋子 我還給你 是呀, 我也說我們齊國沒有人偷東西的 我還說我不是來白吃的 小兄弟, 你果然是乖乖乖乖 這些是賞賜給你的 娘, 叫我不要偷東西 不要貪心的 三位隨便, 隨便坐 剛才真是不好意思 這樣吧, 這頓由我做東 大家隨便叫東西吃 老闆, 不用客氣了 遠來是客嘛, 大家也不必客氣了 既然如此, 就卻之不公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是… 二弟、三弟, 這裡的帳爆計 果然名不虛傳 一定要試試 真是 bers壯 OS比慈 does Oluk 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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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有了, 豈有了 豈有了, 豈有了, 豈有, 豈有, 豈有 豬公, 有甚麼吩咐 在哪裡傳來這麼香 啟稟豬公, 是這間雞肉店傳來的香味 豬公, 你不是想… 不錯, 寡人想進去吃點東西 好, 那末將叫他們先行回宮 豬公, 你不必相隨 但是… 豬公, 天下八成都是寡人的子民 難道寡人會怕自己的兒女對我不利 是, 主公, 末將先行告退 小民長福, 參見齊侯 起來 謝齊侯 老闆, 你是這間雞肉店的老闆 小民正事 寡人在外面, 聞到很香的味道 到底是甚麼蔬菜 醬爆雞, 齊侯 醬爆雞, 寡人想試 好, 馬上到 給我… 那三位公子的 老闆, 讓給齊侯 我先進去 齊侯, 請慢用 好, 果然不錯 謝謝齊侯讚賞 這個菜, 叫甚麼名字 叫霸王雞 霸王雞 但是剛才你說的, 好像不是這個名字 齊侯是中原中的霸主 吃的當然是霸王雞 霸王雞, 好, 改得好 謝謝齊侯 齊侯不必附將 不可以 如果寡人不能以身作詐 將來怎麼治理天下 如果齊侯真的要給他酬勞的話 小民貝閉就不敢收了 只想請求齊侯一件事 你說 就這樣, 內子剛剛彈下鱗魚 都尚未改名, 想請求齊侯賜名 好, 寡人出征不敵, 海船而跪 就改他的名字叫威城 威城, 多謝齊侯賜名 多謝齊侯 真是想不到齊侯會禁得民心 真正可以萬民擁大百姓歸心 只可惜他只限於自己的黎民百姓 大哥, 怎麼這麼說呢 齊侯這次攻打北敵 據說只是為了今年, 北敵並沒有進攻 如果齊侯一定是賢軍的話 他怎麼會亂起賤禍, 濫家討伐 令兵重死無葬身之地呢 兩陣交鋒, 必死傷慘烈 這些是無可避免的事 而且不敵是想侵略中原, 搶劫無所 假如齊侯能夠平定不敵的話 那麼中原的百姓就有好日子過了 非也非也, 以力伏人者霸道也 以德伏人者黃道也 大哥始終認為 天下諸侯應該以黃道治國 方才可以萬眾歸心 能夠以黃道治國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黃道走不通的話 只好付諸武力 總之今天能夠見到一個真正的蓋世英雄 真是不枉此行 終有一天我會取而代之 是 主公一聲令下, 我軍奮勇殺敵 將北敵軍殺到片甲不留 那之後怎麼樣 起甲投降 其實以他們的兵力 怎麼能跟他們抗衡呢 我認為 其實有位主公決斷英明, 親自領軍 所以輕易將北敵軍一舉擊敗 非也非也 神認為這次戰勝是勝在主公的氣勢 是, 負作戰之道, 貴乎一鼓作氣 在而須三而揭 憑主公的氣勢, 簡直是可以不戰而勝 對… 算了… 別再說了, 拐人又不是神仙 怎麼可以不戰而勝 是的, 這樣就是 超兒 匯盟之事進展得怎麼樣 啟稟君父 匯盟的會場已經興建得七七八八 相信日內就可以完工 而各國諸侯也都齊集在別館之內 等候參加會馬 好, 做得好 對了, 為甚麼不見仲父 仲父已經三日三夜沒有回宮了, 君父 他去了哪兒 仲父說要親自監督 搭建會場的事和 會場有仲父親自監督 拐人就放心 好, 別客氣 三見主公 有甚麼事 今天有件事獻給主公 是呀, 又是那些會打架的公雞 拐人無興趣 不是呀, 這次獻給主公的 是一隻會打架的色術 色術有甚麼稀奇 這隻色術跟普通的色術不一樣 沒甚麼特別 你看, 這隻色術有精神斗斗 像戰場上的威武將軍那樣 不過可惜只有他一隻 拐人看不出他有甚麼威武 看賓主公, 樹雕和開芳大人求見 傳 是 參見主公 你倆人是否獻色術給寡人 是呀, 主公 請上來… 來, 追… 打… 打他 打… 這隻果然厲害, 二一敵二 拐人封他做威武將軍 好呀, 好呀 主公, 威武將軍 好 主公… 敗軍之將寡人不要 下次太會打架過來 跟寡人這隻威武將軍再打過 是呀… 主公 軍父 是呀 總父回來了 主公, 眉城的頭有點不舒服 想先行告退 主公, 眉城的香港的頭很痛 想先行告退 主公, 眉城… 行了…你們暫且退 是呀, 主公 超儀, 你也要回比一下 要不然, 縱婦就會怪你通風報信 知道了, 軍父 是呀, 管城上, 眉城上 眉城上, 眉城上 眉城上, 眉城上 三位正在哪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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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山上 你們三位到底在侯院 一個侯山 還是在亭羽居回來 這次你們三個有革命 拿出來 拿 你呢? 我…我威武將軍在主公那裡 豈有此理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三個以後 若沒有特別事 不准滲入主公監獄 如有違反重打三仇 知道了嗎? 知道了… 走 是呀 是呀 眉城參見主公 是呀, 縱婦不必多禮 主公 以為君, 我為神 君臣之禮不可廢 是呀 縱婦說得對 縱婦 建築會場的事進展得怎麼樣 回主公 已經完成了 只要等主公制告太廟之後 就可以正式啟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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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福 窗外抽叢大名 恐怕都是心抽的時候 假如微臣沒聽錯的 叢名之聲 是在主公身上傳出來的 好 好 好 主公, 換物可以令人喪志 微臣願請主公小店為戒 不錯, 縱婦你說得對 對了, 主公 我軍進攻北敵, 情況如何呢 非常順利 是嗎 寡人大軍一到 北敵潰不成軍, 死傷無數 而且還俘虜敵兵五法之中 那請問北敵王 是否在這五百名俘虜之中呢 北敵王應已賤死 應已賤死 聽主公的語氣 似乎不是很肯定 不錯, 寡人不敢肯定 那請問我軍 絕選兵馬多少 我軍損失不足三百之中 是呀, 夏丹已經跑掉了 何以見得 夏丹的武功蓋勢 能夠以一擋白 假如他是賤死沙場的 我軍絕不會 絕選三百兵馬 是你, 齊廣有後患 他們只不過是神兵有勇 縱父你何必擔心 微臣懇請主公 馬上處缺這五百名俘虜 倚絕後患 縱父, 五百姓名非同小可 好, 此事萬萬筆立 絕說, 斬草除根 絕不能容許 虐誕有機可乘 縱父, 寡人希望以仁德立威 降伏萬義 不想殺虜太多 希望縱父你明白 既然主公主義權 微臣也無話可說 我還想去找君父 讓你陪我下棋 怎麼知道君父是不請治內的 方氏 甚麼是不請治內 待會兒我要付齊猴的燕匯 你乖的留在這裡不准出去, 知道嗎 君父, 我又要去 你答應過君父是甚麼的 是呀 要是這樣, 你一會兒 早點回來陪我下棋吧 好吧, 但是記住, 不准出去 你也要記住, 你答應過我早點回來 好, 走 君父 原來是你 你看到羊皮水壺就應該知道是我 這種羊皮水壺是西藏旅遊的 你看看你, 練劍練得一身汗也不管 我自己就行了 有甚麼所謂 我知道, 你們在中原人 常說甚麼禮法 又說男女仇仇不親 我總不相信 做娘的沒碰過自己的兒子 做兄弟的沒騙過姊妹的手 不過我們非兄弟姊妹 而且有沒有娘的關係 應該穿上禮法的 謝謝 好, 叫你回來 我把水壺放過來 用來讓你喝水的 你為甚麼不喝呢 我也不飽喝 好呀, 你不喝的嘛, 我喝 你看甚麼 沒甚麼 你的臉上有東西嗎 還是沒甚麼 甚麼?還是沒甚麼 有話就說吧 只不過你看看, 一點都不像你現在 我不像你們在中原類子 這麼繞扭造作 我真的不想像他們那麼虛偽 別說了, 我們出去玩吧 你不怕巡漏嗎 君父也不知道我出來了 而且我認識婚生術的嘛 那好吧, 見我大哥和三弟一起去吧 不用這麼多人去呀 我們兩個去呀, 來呀 你一起過這麼久 今天最開心的了 是呀, 我也很開心 是呀, 我也很開心 你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呀 不要爬了 來, 怎麼眼睛紅紅的? 吹閘眼而已 給我 他很傷 可能是麻鷹雜疫 你和我大哥真的很相似 為甚麼? 他很喜歡專員醫術 假如他人有機會跟他結為夫婦 浪跡天涯, 懸狐濟勢 的確是一件好事 你甚麼時候說話這麼輕挑, 這麼無禮 你手手很傷 很出事 這件事 為甚麼妙手狼中又在鄭醫私藥 為甚麼不說話 剛才那些說話, 我只是開玩笑 是嗎? 為甚麼你對我這麼好? 你知不知道剛才你這樣, 很危險的 那我們是不是好朋友? 是就行了 又是你們西巡女子, 很硬朗的 誰知道有這麼容易感觸 還笑人 那好吧, 你用力氣, 繼續走 請 快點 糟了, 我有緊要事 甚麼事? 我忘了要扶齊後的宴會 我先走了 你想喝酒而已, 我陪你去 不用了, 我先走了 各位君侯, 不願千里而來 寡人先敬各位一杯, 以表謝意 請 五天之後, 再去惠盟之旗 在惠盟之後, 各位如果有興趣留下 寡人當派人 帶領各位遊覽齊國的名山大村 齊後, 你這次講邀各國諸侯參加惠盟 大使興建會場別館 一定花費不少了吧 齊國年年豐收 區區之數, 齊國負擔得起 齊後這次對我們這麼款待 來而不枉非麗也 我看我們應該送一件紀念品給齊後 尿表敬意 宋後, 不必客氣 齊後, 這裡有果夜未知 是我們宋國的國寶 請齊後肖立 既然是歸國國寶, 寡人不敢接受 齊後如果不接受 就是看不起我們宋國的 是 既然如此, 寡人就收下 來吧 是 是 果然是稀世全身 齊後, 這對玉杯是稀世之物 玲瓏剔透真, 天下無雙 請齊後笑臨 好, 謝威侯美意 老闆 客官, 甚麼事呢 拿酒禮 客官, 對不起 閉店的酒都被你喝光了 你是不是怕我給不起 不是 我給你看, 我有整袋杯弊 是沒有酒了, 酒都被你喝光了 你拿著是甚麼 對不起 沒有酒? 我醫情酒不賣的 醫情酒是小點珍藏多年的味酒 留在嫁小女的時候用的 我不管 我能給你貝弊 你再賣酒給我 不能賣的了 我不管 不行, 多多貝弊也不賣了 我… 你不賣的 小兄弟, 雙方買賣都要理情去願 既然老闆說不賣了 你也不敢來 我看這麼野蠻, 當然是西巡的蠻子 你說甚麼?甚麼西巡蠻子 不是嗎?我們齊國人, 知書識禮 怎麼會這樣做? 小兄弟, 你不要學西巡鬼了 如果你要喝酒, 我請你喝 來, 過來 來… 你不是開口, 埋口西巡鬼 你們齊國人好高貴 我非要喝那一瓶酒 來… 來… 你… 我沒喝酒 好嗎? 我看我都不喝酒 你喝酒 好嗎? 我沒喝酒 乖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奈侯, 這把九環刀是以精同制裂而成的 寵於百斤而設的鋒利不備 各位 以你們的中原之大物產之風 請問有什麼寶刀比我們這把九環刀更加鋒利 奈侯 好, 如今就把九環刀獻償 請齊猴少爛 好, 謝謝秦猴美意 松義公子 你是不是認為那把利器 比我這把九環刀更加鋒利 松義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笑甚麼 但是松義知道 現在一個人有 誰 七猴 七猴, 請刺劍一行 七猴身邊 有一把不可多得的名劍 他就是管仲, 管乘上 你是不是戲弄寡人 秦猴, 松義不敢 秦猴, 一把刀可以殺十人 八人, 甚至千人 但是管仲上這把銘劍 見不出竅 只能敵過千兵萬萬 令齊各國富兵強 所在齊後才能成為忠勤的霸主 好, 說得好 參見主公微臣有事求見 說 好 各位, 我一人接到一個消息 有人私闖太廟 七猴, 是甚麼人這麼大膽闖入太廟禁地 是一個西巡女子 各位, 今天非常抱歉 今天之宴暫且閣下 請各位反回別館休息 齊俠, 闖入太廟的 可能是小女壞 齊俠應該知道 太廟是宮廷禁地 除了郭君及公子之外 未經允許任何人等也得不得進一 但是管仲上, 如果擅自闖入呢 罪該問斬 齊俠, 可否請進到太廟一行 如果那個真是小女壞言的 只能把她擒拿 交給齊俠你發落 齊哥之事只有齊人處理 齊俠不必廢心 朝言 是 馬上大兵, 捉拿該女子不得用 是, 君主 是